欢迎回来开市区忙的环节感彩岸身边的嘉宾 仍然在要财证券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王伟豪、Wafi Wafi,你好 Wafi,先和大家看看大市最新表现 恒指方面,现在升272点,19394点 其指方面升334点,高水27点 国企指数升138点,暂时报9357点 见到今天的市场高开 恒指方面,现在上网19400点的位置 成交方面,但又不是太多 暂时只有51亿左右 会否见到恒指方面,为何会升那么多 A股的表现来说 暂时看到A股的表现,三大指数都是偏远的 昨晚美股方面,虽然不是跌得太多 但始终数据做得比较差 市场是冲警QE3,还是为何今天又升那么多? 当然,你说这一刻比较难说,市有什么因素 就会升那么多,始终你从消息或新闻上看 暂时找到任何资料 但如果从情绪去推断的时候 有什么因素就会升得比较多 我觉得真的不多不少,我刚才说 始终大家这一刻都仍然有冲劲 因为在这里,昨晚上一节说到的 虽然美国的数据比较稳 也令到大家的情绪有点审慎 但幸好美股比较危险 正正来说,大家等待今晚听证会白纳克的作证 这一刻仍然对QE3的冲警存在着 令到昨晚美股没什么大跌 今天更加来讲港股 有这份冲警底下,就会有少少夹的耳末 但如果这一刻升了几百点上来也好 能够这么快判断市 叫做进一步的上升空间 或者看得好一点 我觉得仍然要从几方面来看 当然一来,仍然也是 看今晚有没有真正的QE3的暗示出来 而另一边相看,上一节说到的 欧洲方面的怎样发展 因为刚才说到,来一个几两个月 我相信都依然整个 譬如旧市基金或者欧洲等的问题 都仍然困在整个市场 而另一边第三点 当然基本面上讲的就是内地方面的因素 然后或者从基本面上讲完的 有什么可以继续留意的时候 而从技术上看,又怎样看回呢 的确如从刚才所讲的 基本面是有好又不好的情况下 或者仍然有些隐忧性的时候 变相要看的就是看技术上的走势 刚才技术上讲到 这一刻也讲到做得比较好 是就是突破了十天平下天线 亦是试紧上去上面更高的位置 但我仍然有观察 今天能够找这位置收 甚至来说,成交能够大一点 因为到这一刻计算 虽然夹高了几百点上来 但成交虽然开始没耐 但始终都是比较弱一点点 有况且之前这一阵的区域里面看 成交也是普遍比较低 特别是昨天也是 虽然在成交低下 我觉得才有少少容易被夹夹的意味 而不是真正出现一个声势的现象 虽然有待观察 一来刚才讲到的 成交价值得大 而来的是何时能够站在十天下天线上收 如果可以的话 变相才有机会示范今个月月初的高位 大概一万九千八百点左右的区间 才有网继续向上网 好 谢谢 另外 看看A股的表现 A股方面 现在三大指数仍然偏远 上证组合指数跌近1点 去到2146点 湖深300指数跌2点 暂时报2397点 深圳城市方面 跌36点 去到9503点 三大指数跌幅0.07% 至到0.41% 看到内地股市自从公布完经济数据之后 似乎做得比较淡一点 其实是否在等内地要真正的政策落实才可以有得胜 得过是 始终在这一刻 我们之前出现一系列的数据之后 你见到是比较远一点 甚至大家虽然这一刻都仍然在憧憬 有些旧事措施会在下半年出台 但始终在这一刻都没见到的时候 始终对市都没有太大的证明支持 令市仍然比较远一点 而且在另一边也见到 今天都仍然审慎一点的时候 因为正正大家关注着 就是未来 小短距里面看 例如明天等开始 有机会开下半年的一个中英经济形势会议 变成我都完全 对下半年经济的发展方向 或者货币政策等因素 可能会露出一些暗示出来 或者缘短出来的 所以这一刻大家是关注的 或者在看的 所以这些会议未开之前 稍微大家都以一个官网情绪去主导整个市的时候 我觉得是正常的 但我认为这一刻 稍微仍然偏远一点 如果你这样看 如何推断整个市 如何走 当然一来 大家讲了很久 甚至都觉得差不多一个事实 就是 离间中英一定会做很多招数 去找经济增长回来 因此虽然第二季 去到7.6% 虽然仍然比整个年初一定的7.5%流上 但始终来说 都挨抗所谓的增长死线的时候 变成我相信 预期下半年 都需要做更多的事 才能够刺激经济上回来 所以这一刻大家觉得是一个事实 问题在于何时会出来 所以问题在于市 究竟能否所谓的捱到 在措施出来之前 有个好一点的走势 即是出来之前 捱不住的 继续往下市的时候 变成小头来说比较偏一点的时候 我相信就算够市措施出来的时候 是令市场反弹 但未必能够有太大的声势 但另一边说 假设在旧市措施出来之前 市能够在这些位置捱得住 或者是存领得到 未有再穿来的时候 我相信下半年看回 会稍微比较落空一点 所以问题在于 现阶段的市跌也好 能否收回今年初的低位 大概2132点 如果可以收得住的时候 暂时问题都不算太差 好 谢谢 另外和大家看看蓝筹股的最新表现 看到相关股份方面 汇控升近接近2% 去到68.25% 中移动升超过1% 升9毫 中国银行方面升5仙 公行方面升8仙 建行升8仙 暂时报4.25% 港交所升3毫 新地升1.25% 升超过1% 长实方面升1.25% 中银香港升5毫 国寿升5毫 中海油方面升3毫4 中石化升9仙 中旅方面升4仙 中国海外升2毫8 最新报18.52% 腾讯升6 去到226.8% 看到今日支撑大市 都是重磅股汇控 中资金融股 今天表现也做得相当不错 不如和大家看看 南筹股 就是新地 新地方面 今天股价升超过1% 去到95.8% 最高见过96元的位置 新地方面 史无前例地召开了全球投资者会议 由执董兼财务总监陈国威主持 中资、欧资、美资、投资公司 大部分都是本港的外资投资者 其实看到相关的讨论里面 大家都是担心 国事兄弟方面 和联储方面的一些涉及的案件 以及有一些基金方面 更加要求国事家族 增持新地相关的股份 但其实不少大行都出了研究报告 讲到 仲市方面 相关人士被人起诉 但当中没有涉及到新地的资产 所以影响性比较微 但始终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 其实会否看到又再开了 全球投资者电话会议 在稳定军心方面 又或者稳定投资者信心方面 现在做得足不足够呢 这样说回 如果足不足够 暂时有待观察 但我自己觉得这样说 始终有做好过没有做 起码出来有这样的会议 或者管理层的讲话的时候 变相不多不少 我相信都可以涉及部分 市场上的疑虑 所以怎样说 都是有做好过没有做的 我觉得变相是这样看的 但至于是否只凭这样做这些事件 或者管理层的讲话 或者会议的时候 就能够令到股价做好一点 或者甚至大家的忧虑 完全放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刚才所说的 仍然有观察 因为正正来说 虽然这一刻 相关的管理层 真的正式被联储落下起诉了 原来一边 他们也相对以他们两位的儿子 做了一个替代董事 暂时的影韵上 没有什么负面 但需要权利花点 昨天也说过 虽然现阶段替代董事在 或者所有的职位 依然在整个架构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也需要知道 假设最终 两位的过时兄弟 真正被落实起诉 而真的有检控的时候 这两位替代董事的效用 或者是职涵的效用 其实是会消除的 虽然到时哪位去接任 或者会有管理层的架空座 其实现阶段 都不能大家有个放下的儿女 所以我相信 仍然有待往后的事情是如何发展 只不过现阶段 在这些正式检控之后 有这些会议出来的时候 短期内信出是做了事 是有稳定信心的作用 但你能否消除所有儿女 我觉得暂时未必这么快能够判断 更何况最主要是投资新地 这一方面的股份 优励性最重要是突然停牌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始终本利利坦股 这么多可以选择的时候 我几见投资者 未必将这一刻 这么快选择到新地 反而新地来说 暂时要先公民为主 是的 始终如果有一个不间断性停牌的话 始终对流通量 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这次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运回Wafi 刚才说过股份 有没有哪种刺润呢 都没有的 好 谢谢 回到我们回到问答环节 下一节再见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